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考起來今天要讓 喜歡上網的明星們 面對一件事情就是 既然喜歡上網 就要面對網友各式各樣的意見 那好聽的話 稱讚的話 明星們當然聽得很高興 可是只要有100個人裡面夾雜了 一個人臭罵明星的話 這明星可能脆弱心靈 就會受到傷害了 有些人很在乎 有些人就是可以把它當成是 所以我們今天就提供這個舞台 因為他們可能想要跟網友回嘴 對 是 回罵他們的 我想曹大哥應該不會 老郭這件事 好開心喔 國立全開喔 小明星 各位明星你好好 歡迎 各位明星當中呢 有一些人其實做的事情 恐怕剛拿出來看節目的人 就已經在翻白眼了吧 就是... 你知道現在只要有男偶像 放這種照片 就是會被人家講說 你是在賣肉嗎 對 對 多少會有 但我想要給大家感覺是因為 不只是身材變好 還有一些這幾年的改變 而且那是因為都到杜拜拍了 四十幾度 你不覺得... 你沒看得出來 小孩子 你以為是墾丁的唄 你也都是在杜拜拍的 然後我問你是更好笑 是明明是冬天 他的歌曲還叫什麼 九十俠天啊 還在俠天啊 裡面有駱駝 裡面有駱駝 台灣有嗎 騎駱駝 裡面有比較少 我其實有一個照片 跟陳映儒的差不多帥 怎麼可能 真的嗎 我先搶先拿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這是你嗎 這是我啊或換成的嗎 對啊 還不錯 有一點像謝霆鋒耶 你這一張 有一點點 網路上最近就會搖傳 我是不是謝霆鋒這件事情 真的嗎 我剛剛真的是開玩笑 他自己在翻譜了 他自己不已修過譜了 沒有 我剛剛跟你從七百回來 我怎麼不知道 這幾月... 曾經過啊 這是四月份的時候 對啊 我六月七月八月 幫他畫畫他很秀 我剛剛看到他 我走在後面 你知道他整個人看起來是這樣 他的背影是這樣 厚的嗎 硬出來... 對 你怎麼會變這樣 對 就變得很厚很厚 來... 他現在脫啊... 我現在沒辦法 你走給他們看 你起碼老了二十歲 背影 你這是什麼啦 好好笑 怎麼那麼棒 那你看 然後你就曹大哥 那你一起走 你說誰年輕 背後 我要看... 你看背後 給觀眾看背後 都垮了 你看 沒有 是你這件事 這件條啊 所以衣服看起來比較膨 兩個一起走 你看 你看...你看看 沒有戲牌 七年耶 快鋸起來了... 而且你為什麼 他媽媽什麼 你連臉都變年輕了 對啊 你做了什麼 沒有... 妳有去拉皮嗎 媽媽 我很想去啊 你有散發青春的氣息 可是你可不可以把樹腰拿掉啊 真的嗎 可以嗎 我怕拿掉沒有腰身啊 可以聊一下網路的事嗎 對...可以... 今天康斯對你們招待是這樣子 第一個呢 我們在你們的網路 不管是微博或者臉書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 選了一篇 理論上應該是最討喜的 然後到路上去問 路上的時候的 我們遇得到的人 看他們對這篇東西的反應如何 既然那篇東西 是你們最得意的話 應該是普遍得到好評才對 對 所以希望能夠帶來好的事 那很難選評不斷 對不對 我們可能就要幫你做一個系列吧 對 而且我一天都發二、三十篇 對 太多了 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你看到了西方有一個節目 是專門讓大大大明星來看到網 像朱利亞勞伯茲這些本集 然後之前他們看到的網友 對他們發出的攻擊 對 然後他現場看...就唸出來嗎 自己唸 那個攻擊都是非常惡毒的 所以他本人唸 對 就比如說朱利亞勞伯茲 你是一個老女人 你怎麼還不退出演藝圈 然後他唸完之後 然後就要直接跟那個網友就是回應 你為什麼要看這個 所以你有在幻想說 如果是你唸出來網友對你的攻擊 你要怎麼回呢 我覺得很苦惱啊 因為網友都是說小S 你好可愛 這麼會主持 又漂亮什麼... 就被罵這個節目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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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板子 沒有...這個板子是空白的 沒事... 對 他也要參加這個 看別人怎麼罵你 當然... 對 我們要看以前 我們要看以前 可不可以讓我做點事情 什麼事情 好不好 耽誤一下 有那個牛奶片是不是 沒有 我都帶包包來 羊乳片 不然講話 講什麼東西啊 胡說八道 因為我上次上你們節目 我有講過嘛 因為我說常常那個誰 陳漢典 陳漢典... 你包包快掉了 陳漢典怎麼樣 是... 他不是常常學我嗎 對啊... 對... 那我說我想找一件 很好的皮衣送給他 你要送他一位 我要的啦 Oh my God 真的假的 謝謝... 這真皮的耶 我真的要送他 來 你穿一下吧 真的假的 來... 幫你加起來 謝謝 然後就穿 我愛情 這是他第一件皮夾客耶 沒有 是我真的送他的啊 對 謝謝... 這是紅的皮夾客嗎 真的啊 你看 沒有 他是有點這個顏色 所以如果照這件皮夾客的價值的話 我想你應該要為這件事情發 他會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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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算 他會算 我會按讚啊 按很多讚這樣 兩位主持人是跟你講 因為我是每上一個節目 我就當作我是最後一次來都無所謂 但是我希望說 我做的每件事情 當有一天大家在點閱 看這個YouTube的時候 看到曹大哥做了哪些事 講哪些話 可是曹大哥 你在網路上面的用心 在KID的眼中看起來就... 他只有兩個字 就是他覺得煩人 誰說的 KID講我這樣 屈老師 你覺得呢 而且KID上次還說曹大哥是 真的嗎 KID的言行呢 本來就是會引發一些爭議的 在網路上如果被罵 應該還算... 他甚至還漏過下體給我看 KID 我們拿上接的 你知道是哪一份嗎 我不知道耶 好像謝霆鋒那一個喔 謝霆鋒 這個啦 這個 謝霆鋒 真的有謝霆鋒 不要再問我 有沒有跟王菲在一起 對... 然後臉部表情...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馬路 真實的世界 真的假的 真實的世界 紅布 好看 不要問我有沒有跟王菲在一起 KID 你PO這個文章 到底是想表達什麼 是暗喻你是謝霆鋒嗎 然而接受一般民眾 看到KID的經濟體聞 又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呢 他哪來是聽說自己是謝霆鋒 應該是紅一峰吧 他不是跟許惟恩在一起嗎 怎麼變王菲 我覺得KID有病 你有事嗎 可以不要再殺到王菲了嗎 KID這一篇還滿無聊的 我可能看完會直接掠過吧 你有尊重過王菲的感受嗎 不要再問我有沒有跟王菲在一起 所以... 所以... 還好 所以他們認同的是 還好啊 對 還好 他的調侃你一下 對啊 沒有很狠啊 而且他是說 你有沒有想過王菲的感受 就是間接的認同 我就是像謝霆鋒這樣 那不是跟你講 他只是覺得 你用王菲來炒作你自己而已吧 這個級別你們應該OK吧 對... 這個算是很友善的互動 他上街去的待遇還好 普通 那其他應該沒有悲慘的吧 我想... 因為街頭的人應該都不好意思 當面... 因為他們已經上鏡頭了 所以不太敢講太狠的話 我覺得LuLu的可能比較 大家敢講 LuLuLu拿上街的是 LuLu拿上街是這個 我這個... 這一張比基尼 What 搞成這樣啊 So hot 而且修成這樣 LuLu腿都不見了 這不是LuLu嘛 所以你... 你一共拍了幾張 挑出這三張嗎 腿的那張修很久 我拍了超多張 我剛才PO了這張PO上... 對啊 沒有 其實角度很重要 可是我不認為這個會被罵 因為賞心悅目啊 男生應該會覺得正吧 對 而且誰會叫你真實的人生當中 腿多短嘛 對啊 所以我都穿這樣 因為大家也沒有看過 你本人是想像是不是 會突然還不錯 我覺得你在路上經過 應該沒有人會去注意的探測 你到底多高什麼之類的 我有一次去日本啊 然後遇到一家台灣來了 她說是LuLu 然後我說我們想跟妳的腿合照 沒有 她就沒有看過人 就身為腿很好 她腿很粗嗎 LuLu腿啊 上次來咧 姊妹醫生 沒有說 沒有線條的腿 對... LuLu罩店神似喜歡 KID氣到當場撕毀 這是你嗎 貝露啊 這很像KID的女朋友耶 對啊 你有嗎 有像嗎 沒有... 你幹嘛 那我要輸妳的 對啊 你怎麼會... 控制一下 你沒帶人啊 什麼鬼啊 所以這張妳覺得上街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沒問題 我都已經亮起了 應該是她講的 好 我們看這一張 LuLu到底是哪來的勇氣 居然PO了只穿著勇爺的照片 這是要大家情何以堪呢 很想要上雜誌封面的LuLu 我想說我出去了 最近介紹了民眾們 如果在臉書上面看到這個帖文 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如果LuLu站在登上雜誌封面的話 我是覺得見仁見智 因為我個人應該不會買 美女那麼多 哪輪得到她啊 LuLu這張照片 她的身材其實滿差的耶 我不知道LuLu這篇 想表達她的身體優點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她根本身上沒有優點 男生應該不會喜歡這一型的髮 她腿太粗了 大家都說LuLu是女仇嬌 但其實我覺得她真的沒有那麼醜 或許偷光光男生會比較喜歡吧 是不是很想罵回去 是不是很想罵回去 有一個溫心的... 對啊 她怎麼沒有那麼醜 對 生氣囉 我覺得女生對我比較好 女生可以了解我 可是有一個女生說她腿那麼多 妳...妳剛剛她上半身而已 妳拍照看著妳腿會有多細 妳喊出來 來... 我覺得好像有一些人 講得滿嚴格的 我覺得男生比較嚴格 好像說妳身上 根本沒有好的事情對不對 對 其實我的粉絲團 就是可以看那個男女比例 就是男女比例 女生...就是1比9 男生就1 男生就1 女生很多啦 對 女生是... 因為他有個男生說 她的身上完全沒有任何優點 這太過分了吧 妳覺得優點在哪裡 哪邊 有啊 優生啊 墨鏡 墨鏡 對 她臉很小啊 美晶妮好看啊 她有...她優點在哪裡 眼鏡也很好看啊 墨鏡啊 真的墨鏡不錯 我覺得她很好看 美晶妮 她優點在哪裡 妳覺得她肚臍很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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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講得沒有優點嘛 真的沒有優點 妳覺得肚臍是凸的 就比較不好看耶 是可以運毒品嗎 這有什麼好看的 可以藏東西這樣凹耶 等一下 我發現妳除了腿直的之外 妳的腰也是直的耶 那是修的好嗎 妳已經修過了嗎 對啊 我腰沒有修 有好不好 那是真的腰嗎 那是真的腰 好 曹熙萍也是一個 不修就不放照片上網的人 他一定... 你都用很簡單的方法修還是... 沒有 我用蘋果修的 那就還算快速 不會太耗時間吧 會 因為我會... 這太修了啦 你修太狠了吧 你修閒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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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閒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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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修閒假的 你拍戲是哪裡弄這種 芭比娃娃偷出來啊 沒有...這時候我在去年 我在拍戲的時候 陳奕如 你遇過曹熙萍嗎 之前好像就是在... 90夏天吧 90夏天的 今天是第一次的一起錄影 你有被他嚇到嗎 不會啊 因為剛剛在後來 他就一直在講笑話 沒有啊 你剛剛進來 沒有跟我打招呼 你哪有跟我打招呼 你根本不認識我啊 有 但是你剛好正在忙 但後來我跟你說曹大哥好 真的 他很棒 你看我一進來都唱他的歌啦 只是我唱不對而已 那個旋律我知道 來... 所以你是在跟晚輩示好是不是 不是...我覺得他們很棒 因為台灣的現在音樂圈 實在是很難走出去啦 因為環境 我們不像我們以前說 有做秀 那你知道我也是 一直...Idle 我永遠都是Idle Forever 而且你知道曹大哥 謝謝曹大哥 我看到當過歌星人 他們就知道我是要那種... 他也是偶像走出來的 他知道 你知道他多用心嗎 我剛剛在荒勢遇到 曹大哥他就說 他已經都... 我的臉書 微博他都看過 全部 沒有 他就有看 所以他有... 你說他對妳有基本的了解 對 他都知道我上面發什麼 就他都...就是... 那我留言給他... 我留言給他 他也沒有回我 他根本沒有在看嘛 我根本沒有看到你留言啊 你看 因為他太多人留言了 太多 可是我告訴你 但小意思很棒喔 他在巴黎 我一回到他就說... 小意思就說 早 小意思嘛 他回我 你知道嗎 你幹嘛回他 我回你什麼啊 我忘了 你說曹大哥好啊 因為那時候巴黎 他是發過來的時候 這邊是凌晨 對 時間 你為什麼回他 那不回行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呼籲一下 我現在才11萬人耶 他才11萬人 怎麼可能 對啊 如果那些最後一天的話 他就... 永遠都停留在11萬 趕快關注 你的想規路都來不及 不會的 最後一天 來吧 會啊...有一天我不上 今天就不上了 要不要跟他娶老師啊 有 除了剛才那一張之外 其實我這個被罵滿慘 就是我跟懷秋一起跳那個 炫亞的Troublemaker 然後我說我是炫亞這樣 這個被罵啦 其實我照片都沒有被罵 就是大家都對我很好 然後後來有播出之後 然後也是在社群網站 然後就有人就很生氣 他說... 你這個...你怎麼可以模仿炫亞呢 然後就說... 就你就讓他臉... 你給我道歉 你給我跟金炫亞道歉 然後每天都有這麼年人說 道歉... 對 就是很愛炫亞的粉絲 對 然後我就給你刷 刷到你給我道歉為止 那你會道歉嗎 沒有 我... 沒有 他後來只有那個人 沒有繼續刷 路這個所作所為 對 就是在挑釁粉絲們 這個... 可是其實我已經覺得 我的極限了 已經滿像了 然後但是他們就是會生氣 是啊 你如果模仿熊貓 也是有極限的 這是你嗎 這也是我 這很像Key的女朋友耶 許惟娥嗎 對啊 你有嗎 有像嗎 有像... 你幹嘛 那我要吃你的 你幹嘛 你幹嘛 你講... 那個... 控制一下 他你沒看人啊 什麼鬼啊 Key...你現在等一下 先等我把Key看完 你再死掉吧 Key是不是還有一張我沒看了 這一張啊 沒什麼好看的啦 這張... 這是什麼 沒有 就只是我把畫 我很喜歡拍一些 大自然的東西啊 那你拿的是什麼 GoPro 目前你被拿到路上去的是... 是一個膠層 很長 就是健身的 你這麼用心嗎 身材練得很好耶 你看看 肌肉 你看看 好棒耶 泡這麼多力氣 因為我自己主持節目的緣故 是我比較會常PO一些人 因為我的粉絲差不多 差不多九成都是女生 這個真的沒有東西可以賣耶 所以我比較常PO的是那種 美妝分享 保養啊 健身 這個充其量 其實他們用或不用吧 沒什麼好罵的 頂多會說字那麼多 應該會想說看不下去之類的 這很棒啊 好 我要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看著沐西岩這麼用心 打一長串的接紋 寫著自己如何 鍛念出馬甲線的過程 如此用心的文章 網友真的會買張嗎 實際去問路上的民眾 他們又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呢 我是覺得他這一篇 其實還滿有幫助的 因為就是像女生的話 其實他就會去看一些健身的東西 我還滿羨慕沐西岩 有馬甲線的耶 我還滿想試試看他的鍛鍊方法 我覺得沐西岩看起來就是很傷疤 這篇PO文還滿無聊的 我看了前面兩句就看不下去了 沐西岩應該 減時間很多 然後才有辦法每天這樣健身 每天八天都這樣減時間很多 沒有 你是怎麼跟我打 你跟我談名喔 可是還好 對 剛剛這一篇 因為真的付出心力很大 所以沒有被攻擊的心意蓋了 然後妳還有哪些得意的內容 會不會 我曾經... 他剛剛說我進來的時候跟他撞山 對 你們兩個撞山耶 對啊 我很榮幸 我很榮幸耶 他現在怎麼這樣 你可能是最後一張的 沒有辦法 你這樣啦 你就不要自己穿後衣 我抱得很榮幸的態度耶 因為我剛剛進來 我走進來 他說草哥 我跟你撞山 你們兩個一起去永樂市場撿 因為我第一次穿嘛 我今天拿到衣服 我今天第一次穿 可是他在馬上裝 是出名的 很時尚的人耶 對啊 你跟他撞山很榮幸 他說我跟他撞山 我就心裡就想說 那我要不要換影件了 要我們幫你打開蓋子嗎 沒有 我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說要不要換影件 不用啊 穿這樣很好看 因為我想說這個衣服 應該不太有能感 穿這樣然後拎金包包 真的很搭 很搭 然後我還有這個皮帶 對啊 超漂亮 陳彥魯一直誇獎我的皮帶 因為他說...他跟我說 他很喜歡金色的 我也很喜歡金色的東西 然後他繡... 他的那個保溫鬍是金色給我看 對 包括我的戒指 你看 你的經紀人在哪裡 那個經紀人 奶媽 就在這裡... 奶媽...奶媽哪裡 他繡不好看 你也在繡一些金色的東西 他連他的包包也... 是 我包包上面有金色的 好了 兩位金色的東西了 來看 超級平溪是問最小意思的 當場遭到康永陷害 你有沒有真實的朋友啊 有啊 很多 我真的請他吃過飯 我沒找你吃飯 對啊 他真的沒有找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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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沒有找過我 他也沒有找過我 我當然算過我知道 我為什麼沒有找你吃飯好嗎 好 因為我有跟S說 說我想要找曹麒婷吃飯 S就會說 你不要喘在我前面 我一定要先請黃金陵吃飯 對 他真的還跳 你不會請曹麒婷吃飯嗎 黃金陵吃飯嗎 黃金陵太高了 不然有人這樣一起請 好 看誰來了 看一下沐西人的其他內容 因為我有一次帶寵物診療室 然後帶我的狗來嘛 然後就是被小孩子抱過之後 他就... 好可愛喔 所以我有坐他的周邊 拿來做義賣 然後我們有扣成本 然後台灣跟內地加在一起 已經賣完了啦 現在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是妳真的製作來義賣的 對... 妳是要送我嗎 對啊... 我就有留給你們 因為已經賣完了 拿來啦 然後... 還有多一個嗎 送到妳公司 送到妳公司 然後他就是因為我是... 做女兒一定要愛死啊 好可愛喔 好愛狗喔 要我一點都不喜歡 就給妳... 你不是可以盡量嗎 請問這個的轉發量會有多少 這轉發量滿多的 而且因為要販賣 我是不扣成本嘛 所以我這次大概總共募得50萬 好多喔 因為我平常都常在做這種 動物保護 對...都是 許家瑞好像有一次動用了 妳說是微博小秘書 替妳去警告對方嗎 那個網友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放了一個照片 你跑步就跑步 為什麼旁邊說 妳看到帥哥什麼 妳在寫旁邊帥哥看什麼 我放了一個... 放這個照片 這我有看到 對 然後我就在我工作室裡面拍的 剛好有一個鏡子在那邊 我就站在這邊拍 然後就是自己自拍 然後他就反射了自己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很酷啊 我就直接把那個短褲穿得很短 穿在身上就這樣 它比較緊 比較合身 沒有修圖喔...OK 對啊 妳剛剛講到沒有修圖 然後我應該都已經在晚上 很晚的時候我發上去 我就說... 然後我好像就說 我問我姐姐要不要傳這個照片 然後我問我姐姐說 你瘋了 你放在幹嘛 我說那你們覺得呢 我就放在... 反正就放臉書也放微博 結果這麼多留言裡面喔 很多人都在流 有人罵 有人那個 其實很多人罵 竟然有一個人他說什麼你知道 就被我看到了 他說什麼 他說你這個地方還挺飽滿 不是怎樣 飽滿 這話會不會太那個了 對 然後我都...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看到 是因為有人回覆他 就說你怎麼可以對曲老師 這麼沒有禮貌 然後他就不講話 然後就被我看到了 所以你的反應就是 他們要留特殊的話的原因 因為如果有些平衡 你就看不到啊 就一看 就是好像就是一個人 他可能才開微博沒有多久 因為他粉絲可能才20個 然後他可能想引起我注意 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就覺得說 引起我注意的人很多種 比如說剛剛沐昇的這種 他做祝你死啊什麼 這我們都拿過嘛 他就覺得... 他希望得到你留言 因為你一留了之後 不管你是罵他會跟他吵 他就會說Yeah 居然是回王 真的我得到他注意力了 我就是他注意我 可是這個人 我就覺得不對 後來我就吃到晚飯 我又回來 我又再往前面點... 一直找那個...一直找 我找了好幾個小時 我把這個留言找到了 我就覺得不對 然後我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我就寫給那個微博的小秘書 所以那觸到你的死穴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點沒有禮貌了 結果小秘書替妳回應了 結果小秘書很快 也是幾個小時候立刻回 他說我們查了這個人了 我們已經鎖定他了 我們會保護你的 我們會封鎖他 他絕對不會再來找你 你自己也可以... 可以封鎖他啦 你有沒有真實的朋友啊 有啊 很多啊 我真的請他吃過飯 對 我有通過你們兩個聚會啊 有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康宏哥今天吃飯 是因為我們看完蘇打玉的演唱會 然後康宏哥就... 還沒有找你吃飯 你真的沒有找過我啊 不行啦 他也沒有找過我吃飯 他也沒有找過我吃飯 我告訴你 我為什麼沒有找你吃飯好嗎 對 因為我有跟S說 說我想找曹西平吃飯 S就說 他說你不要躺在我前面 我一定要先請曹西平吃飯 對 不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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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有... 阿姐 我剛剛... 還不厲害對不對 我剛剛還跳出來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請... 你不要請曹西平吃飯嗎 我這個時候太高了 不然我們兩個一起請好不好 沒有 當然 小燕斯... 小燕斯你連那個pony什麼 表姊 表妹 煮菜煮得好棒啊 對... 我們可以叫許媽媽 一起來嗎 叫許媽媽跟小燕哥 那舉他也招啦 不是 蔡康宏哥會跟你吃飯 對 重點是 因為那天我們看完 蘇打利的演唱會 然後我們就一舉吃飯 請我吃一個超好吃的東西 我們吃得好多 兩個人單獨嗎 還有另外一個小燕哥 他帶了一個小男生 可是重點是 我們在還沒到那邊路上 我們就在準備想要發 那天我們去看演唱會的那個微博 一到那邊 蔡康宏哥很快 拍照就發了 發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點菜 點待十道 第十道來的時候 我都還沒發完我的微博 然後看了哥說 居老師你怎麼那麼慢啊 蘇打利的書 蘇打利的入場 對 貴賓鎮 蘇打利的 螢光棒 三樣東西 擺好 拍就好了 然後他就... 我贏了 然後光也不對 到底要不然我進來 我要跟他合照 到底要放哪個照 他帶的那個小男生 被他煩死了 然後我說... 我說你幫我跟他看 我就拍照就這樣 他拍個頭 我說不行... 我說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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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啦 小心... 趕快關注曹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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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關注 他給我關注 因為他無力看法... 因為他講 我想配個他 會出什麼意思 所以相對而言 曹志明並不是在網上 花最多時間的人 我會連續... 他最多連續幾篇 大概在我那邊二十幾篇 然後他自己也二十幾篇 就是說連續中間間隔大概... 幾秒鐘吧 幾秒鐘 然後後來我就上我們的群組說 完蛋了 我被曹大哥洗版了 他說...他們就說 我們也被曹大哥洗版了 就是... 他不是今天有八個人 就是一直被他連續拋 一發就發二十幾篇 對啊... 所以你如果三天沒有發的話 我不能沒有發 我沒有發我的影迷會很緊張 會怎麼樣 因為他們會馬上報警 他上次有講過 他說他一直拚發那個... 被關在陽台嘛 被關在陽台 然後還有我被關在陽台那一題 就是大家就幫我打電話去大習館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獨居嘛 怕我說一個人在家 萬一或是我洗澡 泡澡 昏倒了 或是他們一直很擔心這個 他說你要不要跟你當地的那個 警察局聯絡一下 就是說萬一你有什麼事 希望他每天來看你一下 怕我一個萬一在家裡 都摔倒了 所以有一天沒有你發的東西 就代表你可能真的是出事了是不是 是 應該是 但是... 但是我是... 我是滿感動的啦 因為我覺得我這麼多年下來 我一直心情都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每天都在看我的文章 然後都要去 很多人關心你 很關注他們都祝福你 他們都幫你這樣打氣 沒有 他們不是光關心我一樣 就是包括我的衣食住行 他們覺得我不曉得 有沒有錢過日子或怎麼樣 包括我很多東西 都是很多喜歡我的觀眾 沒有錢過日子嗎 這紅茶客 看你應該願意付20萬吧 對啊 沒有 很多觀眾他們對我的關心 現在不要開玩笑 其實我今天... 為什麼這樣對他 因為很感興的時候啊 對不對 其實我今天來節目裡面 我也滿感動的 有感而發 因為你們都有很多親人 家庭的人啊 我是沒有 所以你現在這個情緒 還可以看網友對你的評論 來啊 我想製作我們就不要看了 香蕉對不對 這個你不要吃個弄嘛 香蕉 有 這很多... 還有... 我覺得今天這兩個愛哭鬼 可能需要考慮一下 可是要不要承受不了 對... 露露慘招網友闢名 當場大聲鼓勵 明明沒什麼才華 還要在那裡應徵通告 她是我的轉台網表演不好笑 又要敢笑 還好啊 OK 過得去嗎 還過得去 人兩個還要... 還沒笑 就會故意把嘴巴捏得很大 笑起來就是把嘴巴往直裡 唱個大還欣 自己嘴巴勾大去嗎 我的嘴巴就是... 炸 好 陳奕如 你...你給網友看這一張 你這個很危險喔 男生一定... 可是...等一下 S姐 其實我覺得男生如果 故意發那種在健身照 反而比較會被大家講 但這個我純粹是覺得 他的天空 海灘 沙灘很漂亮 而且這是... 你會想要秀你的身材 對... 你不用跟我們便捷啊 你看看大家的反應就好了 好...OK 哇... 陳奕如這火辣辣的身材 可以說是男人看著的羨慕 女人看得直接流口水的呢 在網路上放了這個有陽光 海灘 還有自己那健壯的身材 不知道接上了民眾們 看到這張貼文 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 還不相信陳奕如就是 他有去海邊玩水 他就只是拍這個照片 投上Facebook 陳奕如身材還蠻好的啊 就...應該很多男生都會想要 他一樣的身材 我知道飛龍海蛋 我不知道陳奕如是誰 六塊肌讓我覺得... 很性感而且很帥 非常的可口 陳奕如這樣照片 看起來還好吧 健身房一堆人都這樣走 我覺得照上面真的很假耶 他只是站在那邊僵僵的 很像就是用Facebook Key上去而已 陳奕如這個照片 就是在秀他的肌肉啊 我對這種愛心人來說還蠻尷尬的 我覺得陳奕如的胸肌 大得剛剛好 是我喜歡的類型 我想要實際體驗看看 他的觸感 不知道他誰耶 不過還蠻帥 身材還蠻好的 身材很好耶 不過還差我男朋友一點 男朋友叫出來 很棒 竟然因為人意外的 普遍評價很好耶 其實我本來是 我這次在克魯埃西亞 只有一個人說很假 然後有一個人說不認識你 有兩個人說不認識你 其實陳奕如的那個 idol的那個... 那個image給觀眾是很棒的 是啊 不錯耶 我以為男生會羞辱他耶 男生反而喜歡 有男生說反感 可是有男生就想要摸摸看 剛剛有一個人說 在健身房這樣的人一堆嘛 沒有一堆啦 其實這個算滿厲害的 好啦 所以你打到目的啊 這一張過關嘛 你背後其他張是什麼 是哪一種 其他張... 像這個 這個我反而... 這個我反而如果被唸的話 我還比較覺得有可能 就會覺得說你在健身房 故意在賣弄肌肉 這是你是在拉的途中嗎 對... 這怎麼拍的 現在燈光 沒有 因為剛好是晚上在健身 你請經紀人拍就不會 沒有...這是隨便跟我健身的 一些朋友隨便拍的 這是隨便拍的 黑嗎 還是你把它帶給人吧 電影全部都黑掉 沒有 這個直接拿我的手機拍的 這根本覺得發燈光師在現場 沒有... 這一定要有個頂光 剛好它有個頂光 然後頂光很明顯 就變成後面就暗掉 完全沒有調光過 是假的啊 怎麼可能啊 這是明星專用拍照的健身房吧 對啊 這才差不多兩個禮拜前 怎麼可能會變其他氣球 對啊 真的 兩個禮拜前... 然後這一張 很非常好啊 應該就是一般啦 其實一般 兩萬多人的暗站 兩萬六千站 很多人 我一般大概都兩三萬算是正常 很強... 對 那剛剛那個海邊是八萬 這個也很正常 這就是在電台做宣傳 只是我不知道發這樣一張 普通的工作照 居然隔天有個新聞 他說我的手背大過我的頭 我是大力水手 然後就說大家叫我不要再練 可是那當然是角度的問題啊 我頭是小沒錯 可是就是手也沒有大那麼誇張 我覺得他的問題是 看起來很像小鐘 眼睛 眼圈 眼睛 小鐘 笑容 很大耶 小鐘哥 我覺得比較像Sircus那個 去當導演的那個叫什麼 料人帥 因為我們可能都一起 做潮牌的關係 OK 或者是Adena 然後還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就是小孩嘛 寵物啊 還有秀身材 會引起很多人共鳴 然後這個純粹只是我跟我朋友 他們去平溪玩 香港朋友來 然後我抱了一個朋友的小孩 那因為不是很... 內地很流行 爸爸什麼了什麼了 然後我就做有沒有 爸爸學習中之類的 這女生一定很喜歡啊 KID這個人數 都比你的多好多 他按讚的人數 都比我的那個粉絲人數多 粉絲團重量 滿心酸的嘛 對啊 就比較會 所以你今天也安全過關了 還滿安全的啊 可是我這邊的不是安全的喔 好 我看一下 你說就是賣肉之類的 賣肉之類的 好 你等一下準備好 可是我怕曹大哥會哭耶 沒關係 這兩個我們又戴一下好了 那個曲家瑞 不會 我們要堅強 人生就是要面對 你剛剛拿 我們推出的最好的那一篇是 剛剛那個嗎 還是... 還有這個啊 我們給行人 給行人看哪一個 畫畫的啦 這個 這個... 對 這個... 所以這是我們拿到路上 給大家評鑑的這一篇 這一篇應該完全沒問題啊 這有什麼...沒有什麼啊 這個是你最討喜的系列吧 這是你的繪畫 他拿手的啊 這個...這個很厲害 這到現在還在轉 已經將近一萬分享 一萬人次分享 分享啊 對 光臉都太多 是耶 分享一萬喔 曲家瑞得到了接上來反應 曲老師張隨手畫的圖 真的太可愛了 但搭配這麼沉重的文章 似乎有點無聞不符呢 康熙作小組 將他的貼文 去詢問一般的路人 究竟路人們 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呢 曲老師的文章 就是還滿深啊 然後我個人也是有點感覺 表達冬天快到 然後... 內褲露出來 曲家瑞得 就真的不知道他 到底想要講什麼 就是感覺 就是在上他大學的課吧 就人生大道路 如果我倍感壓力 跟著我吸氣苦氣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很有效 文章會有點憂傷 然後圖就是太繽紛 讓我覺得有點突然不敷的感覺 這樣 這篇太長了 我可能沒有辦法閱讀 對不起 曲老師 還不講話 講什麼話 什麼話 馬是有樂情障礙 這真的不長耶 這哪有很長 你是有樂情障礙的嗎 可是我要講的是要 我覺得路上這個可能是因為 要康熙所以要做效果 因為通常比如我發一篇文章 我通常都會先在微博先發 然後微博發了之後 隔了三五分鐘 臉書再發 所以... 不看嗎 那你不是說都是攻擊我的嗎 我看的嗎 你推出的是哪一天 這香蕉 拿香蕉那一張嗎 香蕉這個不會被攻擊吧 對啊 香蕉很可愛嘛 你哪有什麼那種 這是我前幾天嘛 我就路過 剛好發現一家新的火鍋店 我進去吃 哪不要看大家的感覺 看一下... 還滿期待的耶 還滿好的 今天最期待就是這個 一定不會是好的 曹熙平今天不看可能就最後一次 喂... 你根本就好了 我們來看吧 別... 曹熙平你什麼手裡握著大香蕉 你究竟是想要表達什麼呢 這一次康熙自若小組特別上街去調查 要看看他們對於曹熙平這張圖文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我也把事實割完 我很好奇 為什麼他要隨身攜帶一根香蕉 是... 因為他是香蕉愛好者之類的嗎 他名稱修過頭了 他大概是想要中年輕吧 曹大哥應該是排泄不好想吃個香蕉吧 是說普遍的感覺是要按試什麼 修圖修過頭 而且... 這張照片有點醜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想要表達 他是一個真性情的人吧 好像在比喻什麼東西的大小的感覺 我不知道曹熙平拿這個香蕉派客要幹嘛 他的曹大哥拿的一根香蕉 害我好想吃香蕉啊 曹大哥你還想吃香蕉嗎 我覺得他這張應該是他覺得他底子當滿帥的吧 就是... 修圖也修滿多的 我感覺他想要表達就是 暗示坐在他對面的人 多吃幾根香蕉這樣 我覺得如果是這根香蕉的話 曹大哥的...你看他的文字跟表情 都沒有幫助到這根香蕉 成為照片的焦點 還好啊 他們講得很客氣啊 充其量看你一點點玩笑 其實我覺得現在網友批評我什麼 其實我已經也沒有太大的... 因為罵來罵去都是罵了幾句 我也聽習慣啦 最討厭別人罵你什麼 沒什麼過期藝人啊 我說我還沒斷氣 一直說我過期幹嘛 裝年輕會讓你生氣嗎 不會 修圖修太過呢 不會啊 哪一個藝人沒有修圖啊 剛才有一個人說 這張照片有點醜 對啊 有點醜 他自己更醜 他醜得要死 你還講我咧 你還更醜咧 你二十出頭耶 生氣 你二十出頭... 他裡面就會生氣 對不對 你還講我... 講我醜 你還不夠別講我 OK 對 還講我幹什麼 好 你剛剛說你已經... 說免疫了嗎 沒有 講我們的人 你要把你的照片PO出來 他臉露出來啦 所以我才講他 我說他說... 對 他說我醜 你更醜啊 對不對 你講我幹什麼 你講沈玉琳嗎 我還接受你講我幹 對不對 不接受 OK 好 那我們就不要惹他們兩個好了 好 看別人 所以其他人當中 木熙岩你有勇氣看這三折嗎 我這三張不要看了嗎 你還有啊 我不是有三張嗎 你看剛剛不是有講這個修過頭嗎 還有... 還有什麼 製作人叫我們不要離題 他做了半天我們都沒有報導什麼 然後結果還有這個啊 最離題的是零 這個很帥 這張很帥... 對 這無尊耶 對不對 不錯了啦 1959年48年4 對 可以了啦 對 可以了啦 保養得很好啊 對 可以 好開心 我是在記... 我在泰國 因為沒有人幫我拍 我就自己一手端著菜 很熱的那個 很熱 然後我這樣... 然後每次這樣拍 那個菜都快掉下來了 對啊 好像是個媽媽 好年輕喔 我都自己放... 你們講得根本都不正常 到底有沒有看到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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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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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曹大哥 我們要不要承認 才是不要承認 妳說幹嘛 妳說一個方向啊 我們要怎麼辦 一個方向嘛 我們那麼遠 不是要大話嘛 不是要我們上節目幹嗎 你們不在 你們不在用... 你們不在用... 不講話不行 你們不在用愛他 而且要出於真心的愛他 對 故意也是 好... 故意也會以網友評價 言辭抄襲力 我們當護隊好高貴喔 有錢人的話就是這麼轉 有錢人 會投胎也是一種技術 我可以教你們選錯投胎 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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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第二天... 故意也很漂亮 但是整張臉看起來 假假的是整出來的吧 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決定不要再招惹 曹熙平跟許家瑞兩個人了 KID也不用招惹吧 不用啦 因為你好像就不會怎麼樣 對 生氣也不會回應他們 從來沒有回應過 所以我覺得你的部分 我就不要你自己唸了 因為我唸給你聽就好了 速度會比較快 好不好 準備好了 長相為所 沒有笑點 抱三線女明星大腿 對 無節操物下限 除了養的一隻狗可愛之外 沒有什麼值得排在前半端的 Check 這是講我吧 他講我 我才是養狗的啊 我也有養一隻狗 Eason 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的綜藝節目 總是有他也不是很好笑 也沒有什麼梗 長得跟高山峰差不多 不過沒有高山峰帥 沒有高山峰帥 天 這個胖... 怎麼說你都比較年輕耶 對啊 我還是比較年輕 太吵 聲音太扁 長得不大氣 不知道許惟恩看上了什麼 你這個要解釋一下嗎 你這個不講嗎 你驗得下這口氣嗎 許惟恩回憶 許惟恩看上你什麼 沒關係...我這還是忍 我通常有時候已經到這裡了 我還是會忍 你應該說重點是 你得到了許惟恩 而他卻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剩下來的 我不要自己念 這太恐怖了 我剛剛念的三個一件冒冷 來 露露自己念 哈囉 好可怕 在那邊... 在那邊抽... 在那邊抽乾淨 乾淨 不是乾淨淨的 好想念我的 好 明明沒什麼才華 還要在那裡應徵通告 她是我的轉台王 表演不好笑又要敢笑 還好啊 OK 還過去嗎 還過去 再來 後面更猛... 我覺得這應該是他們康熙 你自己就辦了帳號 我也覺得 對 而且他們沒有寫帳號出來 對啊 你們就沒錯沒真相 對嘛 對不對 這個很猛耶 討厭他很久了 沒事就在那裡 哈哈... 你妹啊 而且我拍了之後 你還看得到我的猴童 我喜歡我 就是很煩 還沒笑 結果故意把嘴巴咧得很大 笑起來就是把嘴巴往死裡 唱個大還嫌自己嘴巴不夠大 是嗎 我的嘴巴就是大 好想念我的 這個好尷尬喔 你要挑戰嗎 曹耀哥... 曹耀哥... 不要...不要念 陳奕如的很可怕耶 你還懂不了 你不要吧 你要不要跳過 我們可以徵求報名 你自願者在唸 不要唸 唸的可以 還在小天的啊 沒有 穩定啦 沒有 穩定啦 唸完就直接走出去 沒有 穩定啦 唸完就直接走出去 這不要唸 可以 我現在真的其實滿淡定 我不會跟... 跟網友會太多 他宣傳期 可以 真的可以 唸了啦 來喔 真的... 第一篇 什麼 憑什麼這樣還跟許惟恩在一起 白醜 變錯了... 你怎麼這樣啊 好... 你再這樣好 等一下... 好 陳奕如第一篇 都當中年大樹的 還在唱少男的曲風 其實我現在沒有在唱少男曲風 我走比較親手男這一次是情妖 OK 過關... 對... 第二篇...你去啊 陳奕如算是宇宙級的偶像 因為他長得太怪了 不像地球人 What 其實也是有另類的帥 像那個韓國的金語斌 滿多人說我像他的 就是不是帥哥的帥哥 對啊 他好像訓練過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那種正統的帥哥 但是真的是看到的還會... 第三篇 第三篇比較輕微 演劇很開的一個藝人 演劇很開可以整嗎 可以開眼頭 但是我不太喜歡正希 不過他鼻子做起來 兩個眼睛會靠近啦 其實我還滿了解自己的啊 所以... 謝謝你用這麼平靜的辦法認對 沐西岩真的要嗎 我覺得我可以 好 沐西岩第一篇 沐西岩... 沐西岩 沐西岩 不要喜歡 門當戶 對 好高貴喔 有錢人的話就是這麼拽 有錢人會投胎也是一種祭祀 我可以教你 請說投胎 好高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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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沐西岩很漂亮 但是整張臉看起來 假假的是整出來的吧 你怎麼知道 我還是變性人 好高貴... 好高貴喔 好高貴喔 為什麼總覺得沐西岩 長得像人妖愁死了 請看照上一篇的回答 我跟你講Cat那不行啊 你拿來我唸 Cat那真的是 幹嘛啦 我都忘了過了啦 Cat那好多 Cat那邊啦 Cat那邊是整個 你拿來 在這裡... 來 給Cat... 來... 你幫他唸... 你真的是太... 太嫩了 好 我目前... 我覺得真的有一次再唸一次 Cat太吵了 聲音太扁了 長得也不大氣 不知道許惟恩看上什麼 當然是 我就以為... 人中正義 念我的... 我的... 你已經到人生頂峰了 你不需要我再教你 我知道人都會想說 要很介意那個 100個裡面 就介意那個講你不好了 可是其實那個 對你的99%的粉絲 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們這麼喜歡你 花了這麼多時間打 鼓勵你的字 結果你只看中那一個 而且他搞不好是小學生 對啊 就是我覺得你不要... 我覺得網路的世界就是 是大家自己發出 他們的情緒的世界 你不要把他們的情緒 通通都吸收到 自己的身體裡面來 因為你不知道 他當天遇到什麼事情 你沒有義務要處理他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被人討論 然後髮型 化妝 穿著 反正只要你上完抗戲一波 隔天就... 就一流一大堆啊 你最近都... 髮型 外型都非常好 沒有...他都會講啊 你化了什麼妝啊 你那髮型怎麼樣 你怎麼樣 就講了一大堆 我心裡想說 我每天回應你 你幹什麼 想看點 我現在把這兩片交給你 然後我說一二三交往棚外面 不可以 你不要聽我講 不可以 一 二 三 衝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可以